宝马迷你因冰淇淋事件冲上风口浪尖 而事件所设冰淇淋品牌Luno也在当日下午发布道歉声明称 为参与上海车展期间宝马旗下迷你品牌活动的任何现场运营 我们是仅提供冰淇淋产品的供应方 视频中出现的两位工作人员及其具体服务并非由我方负责 与本品牌无关 被这起事件波及的Luno是一家诞生于上海的法式冰淇淋面包方 被一些人称为魔都冰淇淋天花板 自2018年开出手店至今的五年时间里 Luno在上海开出了19家门店 2022年起走出上海 目前在成都、深圳、南京也各有一家门店 Luno拥有几乎所有网红餐饮品牌的必备元素 从概念上看 2018年Luno早期的液态主要覆盖法式烘焙 冰淇淋与咖啡 它按季度上新 配备开放式厨房 它在上海幸福里手店就是这一模型的最佳样本 消费者可以带着法式可送 树莓他们坐落在小而美的街区里 店里使用了大量木材的名厨设计 试图营造法国家庭厨房氛围 除了烘焙产品之外 那些使用了瑞士进口牛奶 搭配手工制作蛋卷的 开心国味冰淇淋们也是时下流行的风味 而最为重要的是 这一切都非常适合出片与打卡 在人员配置上 罗诺主创团队成员 接来自法国各地 比如主理人 桑库尔 是越南一法国人 从小在父母开业至今已超过四十余年的 月食餐厅中长大 此前 桑库尔赛曾经的上海初代网红店服役 负责营运开店 不过在那场B店风波爆发的三年前 他就已经离职 烘焙与冰淇淋师傅也皆有来头 罗诺尽请获得过法国最佳工艺师荣誉的 DDHU设计面包配方 而冰淇淋则由曾任之于曾经的排队名店 What if What is your favorite The Uncastle & Glue负责制作 具备了各种网红元素的门店模型 加上带着光环的研发团队 罗诺尔也不断慢速扩张 并丰富业态 2020年9月 随着上海门店拓展之6家 罗诺尔在上海国贸会 O&ITC店加入了主打早午餐 本人的概念的西式检餐 2021年2月 随着上海万象城店的开出 罗诺尔又拓展了欧洲Dairy Wine系列产品 到今年1月 罗诺尔还在上海国金中心开了一家 介于法院大英女布斯欧之间的布斯巴尔能力 可以理解为小酒馆与美食的结合体 至此 罗诺尔的产品线已覆盖面包 冰淇淋 咖啡 早午餐 晚餐 酒馆 可以支撑全天餐饮的产品供应 也因此 罗诺尔如今得以依照不同门店的商圈定位及周边环境 对应开出或精简或综合复杂的店型 并给每家门店赋予不同的特色 比如横幅艺术中心店除提供餐饮外 还在二楼开设了破日互动空间 售卖一些手工艺品并被用以举办展览 其实等活动 环茂爱瓦盆店和北外滩来服饰店 都是售货亭Kios式冰淇淋和咖啡专门店 其中北外滩来服饰店主打马戏团风格 这些负载与颇具文化氛围的店铺形态 是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与投入来策划的 虽然这对复制拓电而言模式太重 但一定程度上 稳定了鲁娜的调性 不会因为扩张太快而被稀释 这也使得鲁娜能够从街边小店 顺利进入到不同城市的高级商业体 从选址来看 鲁娜在大本营上海多入住陆家嘴 淮海中路 乌鲁木齐南路 迪士尼等热门商圈 这些区域客流密集 在本地居民之外不乏外地游客 这也为他向着户外城市进军奠定了一定的客源基础 2022年 鲁娜自开始走出上海 于10月在成都IFC开出了西南首店 今年4月 鲁娜姐接连在深圳南京的万象天地开出门店 进入华南与江苏 事实上 这些商业购物中心也欢迎鲁娜以这样的品牌入种 来与其他综合体形成差别 带来人流 例如在上海环茂爱阿鹏的鲁娜冰淇淋吧台 开业三年多 每到周末依旧会有大量消费者排队购买冰淇淋 不过罗诺尽非没有压力 事实上 这类售卖烘焙 冰淇淋 咖啡与全日早午餐的品牌有很多 并且他们都热爱扎堆上海 比如一般的纯名的RAC 藏在巷子里的爱 招牌舒服累知名的Dogakton等 他们概念新奇 层出不穷 连华南的区域性品牌高跟天已经开到上海 这些品牌售卖的重点是通过那些精美的食物 摆盘和空间设计等等传递出的生活方式 在一顿客 诞价100到200元的餐食之间 展露那种闲适负重 不用疲于奔命打工的人生 用一个网络热词概括便是松弛感 但这类餐饮的矛盾也在于 人们的消费与餐饮潮流趋势是不断变化前进的 售卖生活方式意味着品牌们都需要不断找到更有创意 竞争力的吸引点 当一个品牌门店数量拓展到一定规模 很难如早期那样多番进行创新事业 而这也是网红店最终泯然众人的起点 谁也想不到 因为一个小小的冰淇淋敲碎了宝马的金字照牌 本雄心勃勃准备在中国开拓新能源车市场的宝马 面对这次业外翻车 多少还是有些措手不及 着急的是宝马集团 但尴尬的却是宝马半个董事会败给了35元的冰淇淋 嗯可以免费拿吗这个 发完了吗 你看看了我看一下有妈里面我看看有没有的话我就不要了 那等于是有的了 四郎来了 说出你的故事每天都有新的知识 等着您去发现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 订阅关注我 从此您将不再孤单 我将陪伴您走过每一个日日夜夜 加油陌生人 加油吧